清晨六點多 穿著粉色上衣的富人 走進金子店 跟老闆講沒幾句話 突然從包包拿出汽油瓶 點燃往地上一針 富人像是抓狂一樣 丟了三個汽油瓶 金子店裡冒出火蛇 把所有人都嚇壞 趕緊把縱火富人拉到店外 沒想到他居然還動手打人 那就是他很凶在那邊 打動手有沒有 遭縱火的就是這一家金子店 現場仍是一片凌亂 而在那旁邊就是香火 非常鼎盛的新莊地藏庵 原來這名46歲的桃姓富人 自稱與老闆弟弟有債務糾紛 凌晨喝醉酒後 先是跑到加油站 買了44元的汽油 再跑到金子店裡鬧事 只是沒品沒具 老闆不願給錢 富人討債不成 竟奮而縱火 行徑相當離譜 莫名其妙的一把火 讓金子店今天無法開門營業 店家感到非常無奈 而縱火的桃姓富人 也被移公共危險罪送辦 為自己酒後縱火的脫序行為 付出代價 記者姚立強 陳韻璇 新北市報導